哈囉,大家好,我是Trick 這篇,我是真的為了吸引大家的研究 才用這個標題下的 因為我覺得這項下有爭議性的東西 討論起來聲量比較大 我就是來騙點閱的 好啦,不鬼扯 主要我是希望大家能換位思考 我想整理一下,讓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站在其他人的觀點 那整件事情會變得怎麼樣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遊戲開始吧 在講其他人的觀點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主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願意的搭理 還算照顧我的班上女同學被男友劈退 我看不下去好人受到傷害 所以獨自收集證據跟這個男的攤牌 結果,我被這個男的計算 自己不但出手打人 還被誣賴成跟蹤狂 為了保護那名女同學 我被迫不能說出實話 只好獨自承受來自學校來自同學的霸凌 就在我心裡最憔悴的時候 學生會會長白雲玉琴出現 他拯救了我 他告訴我,我的這些行動是有意義的 讓我總算走出陰霾 以上是時尚的觀點 我想大家都能體驗時尚的感受 這種悲過的感受 可是,我們如果只看時尚的觀點 其實並不客觀 我們要來看看大友的角度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為了讓大家更容易帶入大友的觀點 我決定把性別倒轉 沒辦法,我的頻道90%都是男性 在班上,平時很有人緣的我 跟大家處得不錯 最近還交了女朋友 甚至走到了輕輕的階段 可是,忽然有一名 平時我有在打招呼的陰沉女 突然揍了我的女友 我問她為什麼 她只回答我 她是個婊子 沒有做更多的解釋 還要我跟她分手 請問各位 這時候我應該相信我的女友 還是相信這個沒什麼交集的陰沉女 這時 我當然只能說 你到底在幹嘛 過不久 可能女友受到心理創傷 結果我們倆就這麼分手了 受到失戀打擊的我 連學校畢業測驗都沒通過 被迫離開了這所學校 就在離開學家後的一年 我回到學校參加體育季 想試著看看 可不可以再找到我的前女友 結果看到那個陰沉女 很開心的參加體育季 我很不爽 因為我認為都是她害我變成現在這樣 所以我嘴了她兩句 然後 向新的生活出發 嗯 說到這 我想大家應該多多少少都能體會 大友為什麼要這麼說話了齁 我必須老實講啦 大友的反應還算客氣了 現實上 大友變成帶同霸凌的那個 也都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 眾人的那個就什麼都沒說不解釋 不解釋 又要怎麼讓別人知道 你到底在想什麼呢? 在漫畫進度最新也有說明 大友 他真的是個好人 不只關心過時尚 還關心過大佛 表示受到忍弱對待的人 他都會主動示好 請問 這樣一個人 是壞人嗎? 傻 或許他真的傻 畢竟入學考試沒過 但如果是指愛情中 就問各位 誰不傻? 灰野傻不傻? 傻 已遇到白鷹的問題 就變成那副可愛的樣子 各橫況現實中 被愛情沖昏頭 而看不清一人的狀況 比比皆是 所以我不認為大友真的有傻到哪去 而且 如果要說起一般人際關係的處理 他可是比時尚甚至是灰野的人更高明許多 畢竟他是有能力去關心那些被忍弱的人 要知道 一般人去關心這些人 而害自己被疫情忍弱的狀況 非常的多 而他沒發生這些事就表示 他的朋友真的很多 多到不會發生這種事 講那麼多 我只是希望那些批評大友的人 能站在大友的角度看整件事 相信就能降低一些對大友的不滿 同學的觀點 很簡單 一個陰沉男不知道為何揍了班上的大哄人 陰沉男還沒做任何解釋 請問各位 如果是你 你會去主動私下關心那個打人的陰沉男嗎? 不要騙人了 主動關心加害者這種事 不論是校園或是出了社會 這都會讓自己處在相當不利的風向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冷漠 而且 如果只是冷漠倒也還好 更常見的是 參與霸凌 我能明確地告訴各位 這些反應雖然是不對的 但偏偏卻都很常見 常見到對於想剃出橄欖枝的人都束手無策 所以 這些人的反應都很正常 極端一點的講 就人性的反應來說 他們沒什麼錯的 真的錯很大的只有敵野一人而已 我希望各位在仇視戲中的這些同學前 先想想 自己的過去或是現在 是不是也是那個冷漠 更甚至參與霸凌的那個人 如果有 那各位怎麼站在比較高的道德標準 去指責他們呢? 要我來說 這部作品最不可能的 就是有如童話故事裡的白銀會長 從我過去的經驗看來 像白銀那樣完美拯救被霸凌的人 一個也沒出現過 到頭來 現實果然還是只能靠自己和時間撐過去 我相信 老師會畫出這篇故事 是希望我們能成為像白銀一樣 成為能夠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 雖然我們自己沒碰到 但總是能努力成為 對吧? 至於時尚的行為到底正不正確 各位要注意喔 連這夢幻的白銀會長都說了 不討論時尚的行為是不是正確的 換言之 白銀並沒有肯定時尚的做法 我個人認為 當時時尚比較有可能的解決方法有二 一 拜託其他同學協助 不誇張 如果是拜託輝夜或是伯木這種後台夠硬的 直接將敵野逼退也是有可能的 但現實上來說 不會有這麼鬼扯的存在 以及一 你本來就是邊緣人了 怎麼會跟這些人夠熟呢? 二 乾脆直接拿證據給老師看 請老師協助保護大游 雖然劇情中的老師是那個樣子啦 但就個人經驗來看 願意聽學生說話的老師還是存在的 找到有能力而且可以信任的老師 才是一般人能做的 客觀上來說 這種事本來就很難由第三者來解決 這難度是連大人都很難搞定的 更何況只是個邊緣國中生 時尚想在不傷害大游的情況下 讓事情落幕 一般來說就只能直接逼敵野分手 這條件會害自己能用的手段非常有限 所以 能得到現在這個結果的他 才會被知情人師稱讚 總之 出這篇是希望 大家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從大有的 從同學的 你會發現 他們真的不是這麼可惡 這些人 只是有一般人常見的情緒反應 再說了 就連被大家討厭的時尚本人 都沒有真的恨過這些人 怎麼有些人比時尚還氣呢? 相信老師畫出這篇 不是希望大家去仇視敵野以外的角色 而是希望大家多一點關愛以及包容 不要一個勁的跟風黑 那校園社會上一些被誤會受到傷害的人 應該多少會減少一些吧? 這期節目就到這邊了 那麼就讓我們下次...